屏东加工出口区高尔夫球代理厂 名阳国际22日帮王火灾 7名消防员进火场灭火时爆炸 导致消防员殉职 据悉工厂某些关键添加物与水会强烈反应 甚至爆炸 多年前 郑文灿桃原市长院内多名消防员殉职 并因此被监察院纠正 现在郑文灿升官了 台湾的消防环境有半点进步吗 我在公事火神的眼泪重播时 提到了郑文灿市长院内死了12名消防员的事件 分别是2015年1月20日 桃原市新屋宝林球馆火灾 造成6名消防队员殉职 另一件是2018年4月28日晚间 桃原再度发生平镇竞篷工厂大火 共6名消防队员死亡 由于我家在平镇竞篷工厂附近 事发当天 可以看见直撤云霄的浓烟 还闻到燃烧的味道 而且消防队就护车的声音不断 相当恐怖令人不安 而且以前我经常骑车经过当地的消防队小队 竞篷工厂 甚至在我当年工作地点的附近 发生了这个火灾 又死了这么多人 特别令我震撼 我在该文提到这个火灾的问题 近周刊全文烈火吞噬五英雄接近篷 恶火害命内幕提到 贸然冲进去根本就是去送死 不愿具名的现场消防人员表示 近篷工厂内存放2400公升柴油 和大量强酸物质 虽然都有一规定登记 但消防队员冲进火海前 没有收到相关讯息 没看过平面图 更不知道危险物品的存放位置 这次屏东大火事件未明 但若从初步报道来看 非常有可能消防队 也是因为没有事先得知 工厂某些关键添加物 与水会强烈反应 以下引述忠实相关报道 屏东县消防局长徐梅学表示 因为现场充斥着大量玩气 及天然气 弟兄一射水就引发大爆炸 完全在一瞬间发生 目前正极力抢救其余受困人员 据了解 这家生产高尔夫球设备的工厂 制造高尔夫球的球星 是由合成橡胶和关键添加物混合制成 其内部橡胶含量高于99% 有些关键添加物会与水产生强烈反应 甚至发生爆炸 这次火警才不断传出爆炸 据悉 这起爆炸威力惊人 有消防员进火场抢救时 因遇闪然爆炸 导致被东西压着而受困 目前已救出二消防员 但有一人呈现OKA状态 稍早确定不治 另还有四消防员受困中 而目前送移人数有80亿人 因此我们质疑 当工厂等特殊工业环境发生火灾时 由于特殊材料与消防水可能发生剧烈反应 工厂方应该立即提供相关讯息之外 之前做消防检查时 厂方有没有主动提供内有危险物品的资讯 未知图 内部存货货量 未知变动时 有没有主动通知 其次 当时监察院纠正了郑文灿的桃园市府 一个任内死了12名消防队员的郑文灿 当上行政院副院长这么久了 有没有对全台湾消防人员的安危 救灾更具备安全意识 我在火神的眼泪流不前 郑文灿市长任内 救火导致12名消防员死亡 杀人KTV恋台声被限制出境 谈到恋台声的钱贵杀人KTV事件 被当时名嘴张雅琴 谢政五龙处理 整个台湾社会也是惊天公寂 明天旺季 台湾文化又为何不能对过去的发生的灾难 谨记教训呢 Black Jacqueline 23年9月22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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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